合成营是现代战争中执行作战任务的基本单元 日前南京军区某集团军在晚东山区组织了首次夜暗条件下的 合成坦克营实兵实弹演练 检验了部队基于信息系统的夜间作战能力 这里是南京军区晚东某训练场 几分钟后呢 我身后的这些坦克的所有照明灯都将熄灭 进入完全无光的作战状态 借着第一轮猛烈的炮兵火力掩护 坦克分队迅速开进至前沿阵地 五分钟后 坦克分队已经占据有力射击阵位 准备实施打击 全注意 306号目标 集群坦克 方向向左 040 迅发引信 拦阻射击 放 在单兵侦察夜市仪 战场电视 坦克疫苗系统等多种夜战器材的引导下 首轮坦克火炮成功命中 精确打击了蓝军高地目标 坦克分队继续推进时 却遭遇敌火力阻扰 夜色中 指挥车利用合成营构建的指挥信息系统 对各兵种进行快速协同 将战场态势 适时发送至每辆战车 并协同炮兵 步兵 攻兵 防空兵等各兵种 迅速展开新一轮打击 八分钟后 蓝军所有反击行动被遏制 红军坦克分队继续开进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连续打击 合成坦克营利用夜间作战优势 对敌方进行了毁灭性打击 胜利夺取了敌方阵地 我们以基于信息系统的夜间合成营演练为练兵平台 利用先进的知识意识器材装备 警惕实战任务 有效提高了野一级的指挥和作战效能 昨天本台报道了 在安徽富阳 夙州 邦步 锄州 淮南等五个地市的26个县 今天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